现在很多人都明白到,地球人在浩瀚宇宙之中,其知识及科技水平,相对上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很多远方的星系,应该存在着远高于地球人水平的外星生物存在。 于是问题变来了,这些先进的外星人,应该在很久以前,已经开始探访地球,但为何我们身边周围,好像仍见不到他们的踪影呢? 笔者近日接触了大量的网台节目,听到那些讲者们,讲述了大量对外星人的不同意见,其中对这些天外来客所持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外星人是地球唯一个实验室,所以我们便是他们眼中的白老鼠,而其中这类外星人,又可以再分成两派,第一派属于比较文明或爱惜这些白老鼠, 他们只是远远地观察着,特观地了解我们的社会结构,与其进化的步伐程序,跟他们的历史参照,借此研究高级外星生物的普遍进化过程。 而第二派的外星人,则比较冷酷无情,他们会跟地球的政府勾结,以自己的高科技作为交换筹码,去要求地球政府,交出若干的平民, 供他们做各种的基因及科技实验,当中的过程,自然想起也令人觉得可怕。 跟着第二大类的外星人,就最为可怕,正如科学家或金所预测,若一旦有外星人跟地球人直接接触, 他们的唯一目的,必定是掠夺地球上的资源,或者将地球设定为他们的殖民星球。 那么,像Steven Spielberg所导演的War of the Worlds内的情节,便会真的出现, 外星大军以先进的武器,于短时间内,将地球人大肆屠杀,方便他们直接采集地球有用的资源。 笔者在网台中,也听到很多关于星际元,New Age,学说的节目, 其中某些的讲者,当谈到电影《星际启示录》之时, 必定同时提及,与极高度的赞扬,另一部于1997年上映的合理活电影《超时空接触》《Tontact》来。 笔者立即努力地,在各大影视店中搜刮此片的影碟, 无奈因为年代久远,几乎已经接近绝版,上信最后终于能找到, 一个无中文字幕的版本,所以立即够回家观看。 电影的故事,有点似《星际启示录》的前传, 话说自小喜爱与外太空接触的女主角Jolie Foster, 希望能够寻觅到外星文明,在神秘财团的大力支持之下, 终于成功接收到大量有系统的外星讯息。 其中最震撼的,是她所收取到对方的第一个视像讯息, 竟然是当年希特拉于1936年,于柏林的奥运会启目致此之录像, 以此作为外星人的友善信息,以一个杀人狂魔的演说, 作为双方的第一个打招呼,的确极其讽刺。 此举也表示,戏内的外星人,就像上述一样, 原来一直都在观察着地球人,了解到我们的文化与其历史。 跟着外星人更传来了一部先进机器的蓝图, 美国政府虽根据它,制作了一部不明用途的巨型机器, 将女主角送往25光年以外的星际,跟外星人做出次的接触。 本片跟《星际启示录》最大的分别之处, 在于导演Robert Zemeckis及原著小说作者Carl Sagan的注意力, 不是放在星际旅行之中,却反而集中地描述, 地球人在得惜此事后,所产生的各种荒唐行径。 人类是一种复杂及善于猜忌的动物, 所以那些白宫高层的第一个反应, 竟然是怀疑这些外星文明,是否别有用心, 例如希望及那个机器去征服地球,掠夺人类的资源等。 而一般平民百姓的反应,就更是千奇百怪, 他们有的非常雀跃,是外星人像偶像歌手一般来崇拜, 更疯狂地成群结队,结集在一起,庆祝新世纪的来临。 而另一种人,则对此大表排斥,尤其是一些宗教团体, 视此为颠覆行为,有为他们的宗教理念, 当中更有极端激进者,竟出手破坏这次的星际接触行动。 可能那些远在二十五光年以外的外星人, 探见这种种的反常行为,会觉得极致兴趣盎然, 原来一这群白老鼠,在遇到心冲击之时, 会做如此疯狂之举。 即至最后,女主角在经过三次重动的输送之后, 终于接触到外星人,但她所询问的所有问题, 对方总是笑而不答,只表示这属于初步的接触, 日后尚有大量的机会可以再谈, 便立即将她遣送回地球里去。 而当她回到地球之后,更大的问题就来了, 那些自私猜忌的白宫高层, 探见她只是带着一个故事之声归来, 却没有其他的实质证据, 去证明她真的曾跟外星人有过接触, 故便指摘她所叙述的一切, 全部属于个人的虚妄幻想, 甚至可能是幕后的那个神秘富翁, 所刻意制造出来的幻想, 以云动大众云云。 或许正如笔者在本栏里表示过, 人在议员世界里, 并不能证明自己的真正存在, 却要在二元对立的情况下, 及旁人的肯定, 才能验证自己的所见所感, 是否实质地存在过吧。 但为个如此意义重大的计划, 美国却只派出一个人来肩负, 系里却好像没有交代。 当然若以情理来推测的话, 笔者也偏向于相信, 他所见到的一切, 应该全属幻觉, 由于暗常理来说, 外星人应该不会大费周章, 搞了那么多东西出来之后, 却只为了见一面而已。 但当然也有另一种的论调, 表示外星人可能明白到, 地球人是一种排他性十分强的生物, 轻易不能够接受, 外面的世界有另一种高度文明存在, 所以他们便采取了, 一种循序渐进的方法, 先做不同程度的接触, 待大多数的人都接受了, 才会实行更加深入的交流, 意味可知。 最后,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频道。 请在YouTube上订阅, 点赞, 给予正评。 谢谢。